穿着白衬衫 走到人口密集的新封街 吳怡農一向选民问好 带着同党籍事议员候选人 张浩瀚徒步扫街拜票 许多选民看到吳怡農的亲和力 纷纷握手致意 民主是台湾最大的优势 这是为什么18岁公民权如此重要 我们必须扩大参与 我们的民主才有提升的机会 吳怡農日前帮民进党拍影片 呼吁支持18岁公民权 邀请大家11月26号回家投票 我们这次休憲案的门槛 非常的高 965万票 这个休憲案不是看谁票多 就决定了 这次必须要有将近1000万人 盖下同一票 我们18岁公民权才有机会过关 那其实今天跟我们基隆市 最年轻的议员站在一起的原因 也就是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呼吁 让更多年轻人 更多年长者 更多超越跨过年龄层的人 都知道下个礼拜六有这张选票 而且需要你站出来投下同一票 让我们的政治更年轻 让我们的政治更进步 让我们的政治更民主化 那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所有年轻的 为年轻世代持续付出 持续服务的每一位议员 吴怡農在金融市议员张浩汉的邀请下 除了到基隆宣传支持18岁公民权 投下同一票之外 也和张浩汉一起徒步扫街败票 寻求选民支持 我想过去四年我们努力的在基层来做服务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最有年轻世代的想法 给我们地方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一个建设跟改变 我相信在我们中任区的市民都可以看到 这几年中任区真的变得非常的不同了 那接下来我们希望说我们选择 我们的各位的市民朋友 能给我们真正用心在为地方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民意代表 一个继续跟大家服务的机会 用我们的一个创新的思维 来努力打造不一样的一个整个 不一样的一个基隆室 那这样最后再次跟大家提一下 这一次的一个公投案的这一件事情 其实是台湾首次 那交由我们的一个公民 来做复决案的一个投票 所以这个是我们有史以来 第一次我们可以执行这样的一个权力 那所以也这边也鼓励 我们今天不分年龄不分政党 大家一起来为台湾的未来 投下我们神圣的一票 丽萍18岁公民权公投通过 吴亦农全力吹票 也替代表年轻世代的市议员张浩瀚 吹出更多的选票 邀请大家支持18岁公民权力 投下同一票 也请你支持选择正面选举的 每位民进党候选 11月26日为台湾挺身而出 回家投票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道